这些长长的小红果 不看颜色的话还以为是土豆 这些就是国外的西红柿 也就是番茄 圈个有用 看看番茄酱是怎么生产制作的 首先要去农场采摘原材料 大车驶过就把一大片 还生长在青棵上的番茄摘下来了 下一秒就把番茄和叶子分得干干净净 剥离的青棵叶子被粉碎 留在地里做肥料 红彤彤的番茄卖到工厂加工 进到工厂以后 这些番茄会先被倒入一个大水石 进行初步简单清洗 接着会经过滚轮摩擦继续清洗 同时会淘汰一些烂果 小果 叶子 通过滚轮关卡的番茄迎来一波水流强冲 这时候的番茄已经变得很干净了 再经过一烫烫的运送 番茄已经被搓掉了一层皮 这是进行打酱前的最后一道工序 工人们进行最后的检查 没有问题的话 这些番茄就被送去打成江湖了 在这些江湖里加一些水 让它会变得更光滑 这样就更容易运输到储存罐里 要做番茄酱还要加入一些其他配料 糖 醋 番茄 盐水 还有秘质香料 加入配料后 将番茄酱进行加热 搅拌均匀 之后再进行冷却 所有的制作环节就完成了 接下来要通过这个装置进行严格测试 将一定量的番茄酱倒入其中 测量它在10秒后移动的速度 这个测试是用来检验番茄酱的粘稠度的 如果测试不合格 这批番茄酱就不能投入市场 最后就是装瓶环节了 这些塑料瓶被有序地运送在机器上 接着按重量平均的装入番茄酱 别忘了最后还要盖上瓶带 装完瓶再贴上标签 最后用塑料膜进行收缩包装 整个番茄酱的制作流程就结束了 点击关注 带你看更多有趣的制作过程 我们下期再见